好另外我們來看到是最近因為AI熱潮 所以半導體大戰打的是血流成河 尤其三星最近的據說 連王牌都搬出來了 就是要搶攻台積電兩奈米的大單 而且據說 輝達真的被鬆動了 真的要砍台積電的單嗎 敏寬 我們一折一折來說 先來說雷蒙多 各位還記得嗎 雷蒙多兩個禮拜之前 把黃仁勳狠狠的罵了一頓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全美國最先進的晶片 偷偷摸摸的賣到整個中國去呢 然後據傳中國不是買了五十萬套的晶片嗎 但實際上呢 我說這是雙簧 想不到真的是雙簧 發生什麼事呢 就在今天早上 美國商務部不是一邊罵輝達嗎 一邊罵 然後呢許可又發了 然後發了許可之後呢 這篇許可是我看過全世界最有趣的許可 怎麼說 因為什麼呢 因為正常來說的話就是 你可以賣 你不能賣嘛 對不對 這個許可他說輝達 應該也要持續出貨給中國 那輝達呢這件事情好啊 這個就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了對不對 想不到後面有貓膩 怎麼貓膩 後面這個貓膩就是 現在呢對於整個美國來說 美國不管是商務部也好 不管是輝達也好 他們都要堅持所謂的美國最大利益嘛 對不對 那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現在在晶圓代工當中 整個台積電是獨走的嘛 那三星沿路追沿路追追到現在有點喘 對不對 所以呢他後面還在持續的追 但現在殺出了第三家來了 第三家叫做intelintel呢現在呢 據傳他的室奈米做得非常非常順了 那台積電也有室奈米intel也有室奈米intel 現在的室奈米據傳他自己的一個產成 大概是在七成到八成之間 所以他還有兩成的產能可以用 所以呢輝達最近就發出了一篇新的一個記者文稿 他就說第一個我們非常樂見有新的參與者 來加入整個輝達的代工行列 這第一句話講到這邊 那講到這邊完之後呢臺積電就已經說了 臺積電就說未來可能獨家代工就不在了 可能會分開代工 那現在呢第一個 揮達確定會下單給intel 下單室奈米 但是呢揮達後面又補了一句 這句是什麼呢 他說目前也對三星持著所謂的開放的一個態度 那開放的態度是什麼呢 開放的態度就在後面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 我們說這個是一個接著一個的 你單獨看 你看不懂 你單獨把他全部靠在一起你就懂了 這個是另外一則新聞 目前呢 聽說現在已經決戰到二零二五年了 各位現在才二零二三 明年是二零二四哦 好那現在呢 二零二五的二奈米產能通通 陸陸續續要開出來 目前能夠投單的呢 據傳只有三家公司 包括了蘋果 包括了高通 包括了揮達 好那這三家呢 現在很簡單 現在就是台積電一個人獨走嘛 Intel他要下單給台積電 但是Intel跟整個台積電是既合作又競爭 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的整個Intel 他在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五年 他會成為台積電的第三大客戶 為什麼呢 我們那天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嘛 他明年會下四十億美金的訂單 二五年會下一百億美金的一個訂單 那現在呢三星據傳的 他就說你先包我的產能 我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折扣價格 要跳樓跳樓大拍賣了 基本上聽說一定賠錢 他就是一定要賠 寧可賠錢 他要把你的訂單雇住 所以他們說不可以讓台積電一家獨走 所以二零二五年的二奈米 傳三星給出了一個超低的折扣 他就說揮達你先來這個地方下單 所以揮達才會說 我對三星也持一個所謂的開放的一個態度 好先進進程 我們先講到這邊 但現在有個大麻煩來了 今天德國的超級晶片廠 這個叫博士 博士就說了 可能要裁員了 為什麼要裁員呢 他說在二零二五年之前 驅動部門目前在各地 大概要裁員一千五百人左右 為什麼要裁員一千五百人左右 他說第一個庫存一直驅化不了 那一直驅化不了 最大的麻煩在哪邊 在中國 中國過去他們的驅動 是全世界做最大的驅動 簡單的來說 我們不管是手機啊 不管是面板啊 不管是電腦啊 你那個面板 任何一個東西能夠發亮 他就是需要有一個驅動的IC 這個驅動的IC 他必須要跟電源綁在一起 那問題來了 那中國的驅動自製呢 現在第一個他們自製化了 第二個需求也下降 所以簡單的說成熟製程 現在的生產者非常非常多 現在是連殺價都沒用 然後連殺價都沒用之後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 事件事不妙 什麼叫事不妙 因為二十年前的慘況 十年前的慘況 五年前的慘況 現在一折一折又出來 又要回一次 我再跟各位簡單說一下 我們臺灣目前包括了群創 包括了整個友達庫存也挺高 所以今年呢 可能今年到明年都會產生所謂的 裁員的一個狀況 但現在呢 根本的源頭在哪邊呢 根本的源頭在中國的補貼 中國的補貼政策過去搞齒的四大產業 哪四大產業呢 包括像太陽能 面板 LED 記憶體等等的 那個時候讓我整個 整個下巴全部掉下來的 那個時候叫做靖東方 靖東方是全世界第一個把面板廠 當麵粉廠在開的 開到多誇張你知道嗎 呼喊浩特在哪邊你知道嗎 呼喊浩特在內蒙古 他開面板廠 沒有人口 召開 單單京東方全中國 各位面板廠開幾間你知道嗎 開十七間 開了十七間 開十七間 打到整個韓國人 舉白旗說好 攔給你 我們不要走好不好 所以後面為什麼韓國三星LG 他面板不做了 開始去做所謂的QLED 原因就在這邊 所以現在很多家裡面 有沒有 你那個面板 大陸製的跟韓國製的 那個結構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結構不一樣 因為京東方 他把整個韓國人活活的 把他給打掉 這個都是過去雪流成河的故事 但現在雪流成河的故事 又起不好了 又來了嗎 二零二四年可能會重演 而且現在的問題會跟他 更加的加大 發生什麼事呢 發生在美國商務部不是說 他限制中國14奈米以上的先進制程 他以下他有沒有限 沒限 那沒限了 中國就說 那既然你沒限 對不對 我就all in all in多誇張呢 明年中國有三十二座成熟製程的晶片會來投產 那中國一年喔 有三十二座要投產 對不對 現在全世界 美國 日本 臺灣 大陸 韓國等等的呢 目前還有四十四座 那我當然會問各位喔 目前二十八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 一年有七十六座廠要投產 我問各位會不會崩 各位會不會崩 可怕 太陽能怎麼崩的 面板怎麼崩的 LED怎麼崩的 那現在成熟製程 各位博士已經要裁員了 臺灣的面板廠也要裁員 所以問題是在於二零二四年 這個因果如果再繞回來 非常的可怕 那我們臺灣目前成熟製程 主卡卡在哪邊呢 我們現在看喔 目前包括了聯電 利基電跟世界先進面臨了極大的一個壓力 這個之前包括了報紙 包括了整個週刊都已經有做所謂的追蹤了 但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臺積電也有四成的產能在整個成熟製程方面 所以包括聯電跟臺積電都已經說了 現在只有一種方法可以避免掉中國的追殺 什麼呢 只能夠拉高所謂的製造的一個圍牆 你只能夠用特殊的一個製程來保護 比較簡單說 用臺灣話說的 你絕對聽到 就是我會笑 你不會笑 只有這樣子 不然你跟中國人比價格 你跟中國人比產能 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 好在 什麼好在呢 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是呢 好在臺灣還有最高的一個實力 這個叫先進製程喔 今天呢 這個消息實在是太令人振奮了 全世界不管是谷歌也好 不管是過去的一個吉他的科技廠也好 他們都把臺灣當作最重要的一個根據地 那為什麼呢 臺灣的電相對便宜 臺灣的科技又高 所以最近呢 包括了輝達跟AMD 他們就在全臺灣很多的自貿港 一定要自貿港喔 相繼來臺建全球物流中心 那為什麼敢建呢 因為很簡單 九成的產品臺灣做 而臺灣目前相對來說 又安全 我們的製造能力又強 價格又有所謂的一個競爭力 所以現在只能靠先進製程 來保護我們臺灣未來的晶片